我是孙杰博士,是华人社区健康资源中心的行政主任,同时也是亚裔健康联盟创办人及总监。 我从事公共健康教育已有20年之久。目前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肥胖儿童,其实作为父母我们却不要将这问题掉以轻心,以为胖胖的小孩较可爱,其实儿童肥胖如果不注意的话呢,以后长大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如何去帮助您的小孩保持健康的体重呢?我们可以从三个主要的方面去引导小孩子们摆脱肥胖症。 第一,作为父母要学会明智的选择食物,让小孩子们吃得健康。 第二,让小孩子们减少在荧幕前的时间,荧幕是指电脑、电视及游戏器等。 第三,让小孩子们保持每天都有体育活动。 若我们对儿童肥胖症不注意的话呢,据研究显示,肥胖症会造成日后患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严重疾病的风险。 同时呢,肥胖症在心理上对儿童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如缺乏自信、自卑、忧郁症等。 所以,作为父母,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问题,不能再让小孩子们胖下去,要做出行动来帮助领导小孩,让他们有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我是陈思丽博士,加州大学上班是物理学院的副教授。 我们很高兴大家能参加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针对父母的需要和国家卫生局的WeCan课程来改变而成的。 目标是促进和增强你对营养均衡跟身体健康知识与实践。 在这个课程里,你还会学习一些小技巧来帮助你长期维持健康的行为与习惯。 在美国,儿童肥胖症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尤其针对现在的儿童。 在短短的30年内,2到5岁操纵的儿童已经增加到两倍多的数量。 研究显示,操纵的儿童长大成人后还是会操纵的机率很大,而操纵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很大的风险。 作为父母和监护人,你的行为习惯对于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们这个计划是来帮助你的小孩和家人保持健康的体重和健康的生活习惯。 在这个计划里,我们会着重介绍这个5、4、3、2、1、0的信息。 5代表每天五份蔬菜与水果。 4代表每天四杯水。 3代表每天三份奶类制品。 2代表每天不超过两小时的一幕时间。 1代表每天一小时的身体活动。 0则代表每天零份含糖饮料。 这个健康妈妈健康宝宝计划一共有8个课程,每个课程大约30分钟。 在这些课程中,你将会学习如何做明智的选择食物,增加体力活动和减少荧光幕时间来保持健康的体重。 作为一个更聪明的父母,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能激励跟鼓励你,帮助小孩和你的家庭做出健康的选择。 这是我们的5、4、3、2、1、0主题曲。 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唱吧。 健康妈妈健康保保计划一共有8个课程 每个课程大约30分钟 在这些课程之中 你将会学习到如何可以明智选择食物 增加体力活动和减少萤幕时间 来保持健康的体重 做一个更聪明的父母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激励 帮助你的小孩和你家作出健康的选择 在美国 儿童肥胖症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尤其针对现在的小孩 在短短30年之内 2至5岁超重的儿童已经增加到两倍有多的数量 超重的儿童上大成人之后 也会超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而超重对于你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风险 作为父母和监护人 你的行为习惯 对你小孩造成好心的影响 这个计划是专门设计来帮助你的小孩和家人 保持健康的体重和健康的生活习惯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会着重介绍这个5、4、3、2、1、0的讯息 为什么我们的小孩会超重? 主要是受三个因素影响 生活习性、环境和基因 主要是因为能量不平衡 我们的小孩进食过多卡路里 但是又很少做运动 加上食物的份量增加了 出街吃饭的次数多了 饮含膏糖分的饮品 和玩电脑、看电视的时间增加了等等 都会影响着我们的体重和健康 虽然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基因 但是我们可以积极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和留意我们身边的环境 从而避免不良的影响 对于儿童肥胖症的问题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在美国 肥胖的儿童已经成为全国性严重的问题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 当然也包括华裔 由于肥胖的儿童长大成人之后 往往都会有肥胖的症状 而且还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预防肥胖症是要从小孩开始 通过学习和如何选择健康的食品和体力活动 保持健康的体重 预防疾病和提高生活质素是要从现在开始 作为父母或家务人的你 需要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务 决定你的小孩去吃什么 做多少活动 你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做一个好的榜样 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和鼓励家人一起做健康的决定 让我们一起开始健康妈妈健康保保的旅程 时间了 不如有位好多的 comple词 我们用这个朋友的家人 在排到第二个主要下降 two 两个工具 还要完成 最后下层的阱子